请 少爷 喝茶 少爷 还真让你猜着了 老仔拿着三少爷给他开的路条 进入肥区 买了屋矿 送到军门岭抱牙廊那里 到了军门岭之后呢 那就不惯了 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子弟 为座三令无身 严禁私人买卖无况 少爷啊 共产党的资本论我是看过的 那个时候 蒋委员长正在高喊 公农乃卧生生死 要把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下这种局势 大家都在浑水摸鱼 摸大摸小的那全靠运气 咱们不干别人照样做 那要做就做得越大越好 我这就去一趟军门里 会一会那个抱牙廊到底是什么来路 如果让我找到他买卖乌矿的证据 我就给他来一个杀义精伴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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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一句劝 那儿不是咱们的地盘 你以为南天王走私屋 旷卫远长都知道吗 人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咱不怕麻烦 但也不能自找麻烦 您说是不是这个链 宝定军校毕业和伪座师孝勇 在黄埔当过教官 可到了今天 才是个忠孝情报站长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少爷 来来来来 少爷啊 这有人喝茶 就得有人续茶 这叫各司其职 老公 大开 大开 回来 青山 走这个方向 二里地外就是黑石村 你带着铁匠木匠 先把乌黄石藏到村里去 我和大家先进城 我和大家先进城 摸清楚情况 就和你们联系 放心吧 注意安全 千万别闹 出发 走 谁找我呀 报掌柜 高大管家 你这可是贵人他见地儿 稀客呀 给你介绍个贵客 兄弟白石香 高顺拙 我叫二少爷 那可是自家人了 二少爷可是贵客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老子都没来啊 老子啊 得了伤寒 上吐下泄 下不了床了 只能留在家里休息了 不过您放心 照顾得好好的 一个小伙计 不碍事 只要没死就成了 兄弟出来得及 没带表 几点了 两点 报掌柜 咱们抓紧时间吧 这次 我都是上等的好过 咱里边请 慢慢聊 老五 关门 报牙老五狂走私 证据缺责 抓三个陷刑 就能起到真实的作用 凭外 把军门领上 誓言 药品走私 乌矿走私 全都给我射杀清楚 那 那 问题是不知道找谁呀 这又不是我们的地盘 找警察局肯定没有用 这小子本来就是个地头蛇 警察局肯定被他收买了呀 有了 咱们可以找当地的救军哪 这儿的守卫师长叫李扬静 他是陈记堂的心腹 老崽是个跑腿的 抱牙郎 顶多也就是个开踏的 那还得找他最后面的人 老三跟他们做了 这么长时间的生意 背后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吗 谁都知道这是要命的生意 哪敢多问哪 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 多走一步 那就饶死 再说了 老三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简单 东西送走 钱到手完事了 他背后这个人 说不定就是和陈记堂有关系啊 南天王啊 什么天王 上风命令 要找到乌矿走私的窝顶 就算是个蛇窝 也要给我通缉一下 况且 是不是跟陈记堂有关 还不一定吧 谁啊 余光明 来来来来来来 干吗 一光明抓他 你一个人行吗 别急 先看看他去哪儿 佛罗说得对 走 谁找我啊 兄弟我白石香香辣疤 给您从香里带来点土特产 不就是大喇叭吗 还没死呢 难得您还记得我呀 当年你在军门岭的酒装 是真的出名啊 你说你 你要是早点把那个方的给我 我不就不烧你的装子了吗 你这现在混得可以啊 都穿上绸子了 您这雪茄倒是老规矩 就是个摆设 我这回啊 是给白石香高老家帮个小忙 还得劳烦您多帮着帮着小弟 介绍一下 这位是白石香大户高半成的本家侄子 高顺斋先生 高半成 我跟高家的大公子高顺章倒是有点儿交情 可惜了了 让市卫队队长余光明给扎死了 我听说呢 这个人最近就在松茅岭取代活动呢 好 抱掌柜倒是什么都知道 起来吧 咱们聊聊正事 我这儿啊 带来点货 好 成色不错 但是现在这东西吧 官府明令禁止 私人买卖 被逮着了是要杀头的 您就别跟我们装了 是您外甥海旁系介绍我们来的 那也得公事公办哪 兄弟下来得着急 没戴手表 几天了 不打准 五点 要找抱牙郎可是需要暗号的 知道暗号的才是自己人 才跟你做买卖的 那这暗号是 简单 他要问你几点了 你不管几点都再加两点 他问几点了 我看表 如果是两点 我就说十四点 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直少爷 里边挺咱俩慢慢聊 好 看得不错 老五 老五 关门 开门做门 关门干嘛呀 爷们的地盘 轮到你说话了吗 老五 是博楼 你不够的 果爷 都是小的们 别介意啊 iences 铁少爷 手底下能人不少嘛 报老板见多世广 简笑 老一哥儿 古巴学家 不客气 包掌柜 我自己有 池少爷 行家 尝尝 你这太大 伤身体 我呢 就是吊着玩一玩 包掌柜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采购的物品清单 这些可是那些红脑壳需要的 高家跟贡党是血海深仇 两个儿子全死在贡党手里 一家人做两家买卖 各走各的路 各过各的桥 要我说呢 你跟你的堂兄 长得是一点都不像 你说哪个堂兄 高顺卓啊 你见过他 就刚才 送来的也是乌矿 你们兄弟俩前后脚 找上我做生意 怎么个意思 高林元这些年 自己私自走祸 你应该清楚 高顺卓和他弟弟不一样 中央军黄埔出身 正排天子门生 委员长打击乌矿走私 可是毫不收拾了 直少爷的意思是 生意嘛 大家一起做 我就是害怕 谁在背后捣鬼想独吞 到时候 拿你抱掌柜 当了祭祀的猪头三 我抱牙郎是树打招风 但也得看多粗的树 多大的风 直少爷 受教了 咱们 谈谈价格 你现在去找教导员 把这儿的情况和他汇报一下 你现在掌握的情况 可以确定高顺卓 就在军门林 他也是来找包牙郎 做乌晃买卖的 我怀疑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 总买卖施家 安插乌晃走私是真 高顺卓和他弟弟可不一样 军人黄埔系 对老蒋非常地忠诚 我们后面有尾巴 你觉得是谁的人 不好说 八成是包牙郎的人 这小子是后门大佬 手黑着呢 闹不好黑吃黑 未必 他要想跟踪我们 就不用在外面了 这家店就是他的 从老板到伙计 都是他的人 那就只可能是高顺卓的人 咋了吧 这地方我熟 附近这个身材 现在还不是时候 高顺卓已经掌握 包牙郎私自买卖 巫矿石的证据 但是还没有动手 就是想等到 我们的巫矿石 再以通工的名义 大吊包牙郎 一尸而尿 这包牙郎 很可能就是个傀儡 身后一定有大鱼 从现在起 所有人正常活动 注意 你带着阿华滚鞭 老陈和大坎父的保护 记住 不要让尾巴发现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跟他后腿 明白 老湘 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找一下海狼先 看看能不能搞清楚 到底谁是包牙郎的后台 好 我这个去 毒眼 钉好了啊 这位后腿是要多长只眼 哥 他不是毒眼 眼神可好 我知道 我就叫他毒眼 是吧 卫伯 是 行了 大家按计划行动 叫嘴员 什么情况 营长让我告诉你 高顺卓也在军门岭 正在跟包牙郎做乌矿买卖 营长的计划是这样的 高少爷 您找我 咋了 高少爷 我听说 来了新客户 什么情况 也不是外人 是你堂弟啊 高顺斋 我老大说了 你们兄弟之间的事 我们不管 我们只管要货 那他这次 带了多少货 不少 价格呢 是我老大按给你的价格定的 没偏向 这个你放心 我们是敞开门做什么 懂规矩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报老板 后面的人是谁啊 是个 你都说了啊 是 都是啊 老板的意思说的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 来找我 连基本的暗号都对不上 肯定有鬼 那还把消息告诉他们 这不是自己赶把枪口让装吗 高价这两个兄弟都不是什么擅长啊 既然敢来 就一定是准备好了 我倒是想看看 这俩货到底是什么橙色 老仔找到了吗 还没有 教兄 你们准备好 是 回来 拿去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慢点 姐 嗯 你 说有 尾巴 就在后面跟着了 啊 哎呀 别看 酒肠没看见 哇 战士 听命令 慢点 姐 给 这是啥 你打开看看 擦脸的 可香了 真好了 姐 我不能要 我乡下人用不上场了 谁说乡下姑娘 就不能用修花糕的 打开这儿 有人会喜欢她 谢谢姐 走吧 来 你去这儿看看 好 乃烟嘞 我们的人一直跟着 俞光明他们四处乱看 药材铺 研铺 待的时间最长 要到了 必须要掐掉这条线 打掉俞光明 顺便 也给军门领的奸商 来点教训 我查过了 豹牙狼背后的大佬 是军门领守备司令李扬京 此人是陈其堂的心腹 从红军手中夺回军门领 立了头功 受到了江卫园长的通令嘉奖 上大洋无安 此事必须得有实际的证据 要不然会因火烧身啊 所以 一定要拿到南昌行的指令 用军门领的电报局给南昌密电 用 用公共电报局啊 这怎么行啊 万一消息泄漏了 可不得了啊 兵归申诉他们来不及做反应的 而且现在只能孤处一致了 去啊 好好好 老实点 开队 开队 你要敢出声就给你个队眼出来 走 快 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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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 老熊不就完事了吗 老大 那老熊怎么办 先关起来 现在的重点 是后边来的这个高熊斋 我怀疑他们俩是一伙的 可 那怎么办 老规矩 陈毛 可他是高家的人 高家 再高也高不到这个地段 敢打我的主意 亲帝来了 赵晨 是 高顺在身边有不少好手 尤其是那个伯老 多叫些人 先控制住女眷 是 霍老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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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是 是 报掌柜 研发准备好没有 我过来验货 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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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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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不认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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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还是把你给忘了 我这儿挑着装配样子 我不成了 见点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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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长柜 沿巴准备好没有啊 我等着验货呢 发财了 报长柜啊 其实啊 我也不说这玩意儿 我那根啊 是大喇叭让我拿来吓唬吓唬 厅长 这么多好东西 咱们今天不打土豪 都放回去 别动 这个留下 打土豪 还回去 你们是红军 你 你不是高神战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 联城模范英营长 于光明 于 报告 于长官 兄弟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 你饶我一命 小时候 我 鲍大鱼 白石香北村报家的鲍老大 鲍大鱼 小的时候你踹过我一脚 这儿 放空 我一个月没吃下饭 是你小的呀 是我呀 三鱼哥 三鱼哥 这么些年没见你 你怎么长成这德行啊 我 我跟你说啊 当时踹你那脚 那是什么活该 水国家闹灾 交不起租子 你占人房子收人地 我让你吃屎算便宜你 朱英 进来见个老熟人 谁呀 谁呀 报答财主家那小子 就被你踹进粪坑那小子 是我呀 你还记得我啊 记得 你是喜闷儿 我想起你来了 那会儿你天天跟着三鱼哥 你刚才那泳春钱打得是真好啊 你回头教教我呗 随时奉陪 行了 都是老熟人 咱们就不用拐弯了 我们这次来呢 是来做买卖 不是来闹哄 你要想活命呢 就得乖乖听我们的 我保证让你赚上钱 还能平安无事 但是你要是不听我们的呢 与咱俩这关系 大喇叭 把我和报答掌柜 从小光屁股长大这事啊 给我散出去 得令啊 三鱼哥 落你手里 算我祖上积德 谁会用这玩意儿 我 我会 帮我和报答掌柜 找上洋画 来 摆上 笑得一看 来 看我这儿 一 二 三 来上他一百场 这报答掌柜要是不听话呀 咱们就拿上街 当年画卖去 上药哥 你要是我新机 九哥 敲门 敲门呢 门也没关啊 干什么呀 给你上药 不用 不用 上药 伤得好重啊 没 没不大点事 上药 要 要你 你叫你哥来吧 我哥出去办事了 找 找得过了 我就叫瞎你的眼 你 你 过来 坐下 上药 过来 你 你是练瞎子吧 觉得你劲儿特大 我从小就下地干活 我种田的时候 牛拉一套我拉一套 我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力气打 很疼吧 不疼 九哥 你今天拼了命地护着我 我很开心 咱 咱们是革命战友 我肯定要护着你啊 我算战友吗 当然算 你看 你看你今天战斗的时候就 特别勇猛 其实我这个人胆子不大 但要是谁敢欺负你 我肯定跟他拼命 只是 他诶 平时这个颜色 会成都很 transparence yhte Fuj 的 可以 让你淘汰 你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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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 有消息了 怎么样 在这买黑石村的一户宅子里 高尚找到了 到处找了 没用 我看八强就出事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交易了 等不到南场的公卡了 这样 你拿着我的片子 去北山 那儿是三十六师 离军门领最近的房区 那我去找谁啊 你去找陈英长 让他派兵 迅速支援军门领 我去找李洋静 带人抄了暴击摩一行 抓住于光明 对 这不行吧 李洋静是爆牙狼的后台 他怎么会帮你去抓爆牙狼呢 爆牙狼勾结赤匪 走私无矿争取确凿 李洋静自身难保 况且他这个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丢去宝帅吧 去吧 是 李长官合照 师祖 这是干吗呀 师祖 他就是赤匪团长 于光明 邝老板 这位高 叫什么来着 卑职高顺卓 高顺卓说你 勾结赤匪团长于光明 走私无矿 师祖 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国府三零五身严谨走私无矿 尤其是匪区的无矿 我在军门令刑伤这么多年 这点儿道理还能不懂吗 再说了 他也不是高顺卓 师祖 那他是谁 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他是赤匪团长于光明 你胡说 师祖 他才是真正的于光明 于三鸭子 我劝你别在这儿苟急跳墙了 李师祖火眼金睛 心如明镜 他能背你偏 李师祖 在下高顺斋 高顺卓的堂弟 我可以拿我脑袋担保 这个人就是于光明 五年前 他突袭我高家大斋 杀了我大哥高顺卓 后来又袭击了保安队 害死我四弟高林恒 我与他血海深仇 我怎么可能认不住他来 再给我说一遍 余三鸭子 你跑不了 师祖 这人是不是于光明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我能证明 他确实是高顺斋 我跟他的堂兄 高顺章是好朋友 师祖 拿下 师祖 师祖 我 放手 师祖你别骗了 他们俩这是串通一息 在陷害我 我是不是高顺卓 师祖可以去南昌行云合查 我当然会去合查了 可是你说他是于光明 有什么证定吗 他卖了乌矿 叫保牙狼 换成食盐和药品 这些都是废区紧缺的物资 就在活跃了 好啊 于光明 偷梁换柱 师祖 我还知道于光明带来的乌矿石 就藏在五里外黑石村的那个废弃小院里 你看看 看到了吧 这就是铁针 没错 是铁针 可你怎么知道矿石藏在这儿啊 我派人跟踪的 跟踪 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老仔在哪儿 如果你真的是高老三派来的 为什么会不知道暗号 我问你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了 带走 就关起来 师座 你千万不要上当 我跟俞光明血散通年 就是他的轨迹 老师那儿 师座 马上发电报给南昌行营 他会证明我的身份 也可以找宋长官 俞光明 我告诉你 我跟你没法案 俞光明 师座 师座 明镜高悬啊 要不现在给三十六师 宋市长打个电话 他 也配 马上给南昌发报 是 南昌行营 前主任军舰 今日 我不擒获 前来军门岭 走私无矿之 共军坦长俞光明 其坚称 乃行营派驻闽西北 情报刑署专员高顺卓 杨静 虽出身草马 但懂得宫中体国 决不相信行营 私下派员 抵近我部 实则是不信任杨静 不信任陈主席 不信任阅军 激愤之余 恳请军座 窃窃予以查实 军门岭 警备司令部 李扬静 师座 那那个余光明怎么处理啊 伤报陈主席 公审枪毙 感谢师座 明察秋毫 高顺斋 后悔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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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扬静 李扬 余光明 师座 我是高顺卓 我真的是高顺卓 我这儿有两封电报 我给您念一下啊 是 第一封 南昌行营前大军主任 拟部所请高顺卓身份核实一事 经查高顺卓在松茅岭一带公干 卫文到军门岭 不可能 第二封 不可能 广州陈济堂主席 对秦货匪首余光明 指李阳进部通令嘉奖 所获乌矿石没收归功 匪首余光明 则臣该部就地枪决 不可能 以敬孝勇 不可能 世总 你可以打电话给三十六社的宋长官 我打了 他们说没你这号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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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团长 你也是赤匪肖将 逼人对你就闻大鸣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符合身份的司法 李阳青 你私自倒卖国家珍贵尘备物资 公然和废区勾结 养口为患 出卖国家利益 你真的以为这样能堵出天下幽幼之头吗 其实你知道我是谁 不然你不会连送一封电报 都要自己亲自来 我告顺庄 被刑害死不足惜 但是我告诉你 朕的余光明他就在外面 他就在外面 你把他抓进来 他还没走 我要跟他一起上刑场 来人 拿出去就地制法 是 李阳青 你卑鄙无耻 搬当卖国 你不败走当国的军人 李阳青 我告诉你 当国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 才慢慢坏掉的 李阳青 你卑鄙无耻 给我好好地收拾他 放开我 是 放开我 李阳青 放开我 放手 这是怎么回事 孙光彩 光彩男的大官 离开我 孙光彩 三年 快点 走 快点 我是 我 我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